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左手把线搭好 换左手捏入这个地方 然后勾针穿进来 把线绕住 拉过来 然后呢 再用勾针 把线绕住 拉过这个小线圈 这是一个变子针 作为短针的起立针 接下来呢 我们在圆环里面穿针 开始勾第一圈 第一圈呢 我们需要勾六个短针 第一针 穿针 然后勾针 压住线 拉过来 这个时候呢 勾针上面是有两个线圈的 然后勾针 把线绕住 同时拉过这两个线圈 第一个短针就勾好了 我们把第一个短针针眼做好标记 我们继续勾第二个短针 串针 勾针压住线 拉过来 然后呢 把这两个线圈并在一起 第二个短针就勾好了 第三针 穿针 压住线 拉过来 然后并针 第三个短针就勾好了 第一圈呢 我们是需要勾六个短针的 短针呢 我们是用字幕方RX来表示 第一圈就是勾6X 大家跟着我来勾一下 好 大家看一下 勾好六个短针了 对应六个针眼 勾好之后把这个小线维用力拉紧 第一圈就完成了 我们这个第一圈勾好之后呢 不用进行引拔连接 我们直接开始勾第二圈就可以了 大家跟着我勾一下第二圈 那么第二圈呢 我们需要勾六个短针的夹针 我们来勾一下 首先呢 我们再做标记第一个针眼里面穿针 勾上一个短针 线尾横在一侧 勾好之后呢 继续把第一针做好标记 接下来呢 我们还在第一个针眼里面穿针 再勾上一个短针 这就是一个加针 一个加针等于两个短针出自于同一个针眼 我们用字母forv来表示 接着我们在第二个针眼里面穿针 勾上两个短针 也就是勾上一个加针 好 第二个加针就完成了 接下来呢 我们把后面四个针眼里面都勾上加针 第二圈呢 我们需要勾六个加针 也就是6v 那么我们这个第二圈勾好之后呢 我们就会用第一圈的6个短针变为12个短针 对应12个针眼 好 大家看一下 第二圈就勾好了 那么从第二圈开始 我们在勾的时候呢 就需要进行一下引发连接了 大家看一下 就从我们做标记的这个第一个针眼里面穿针 把线勾住 拉过来 然后呢 把前面这个线圈直接待到后面线圈 然后拉紧 因拔针这个针眼呢 一定要给它拉紧 不然这个地方容易多出一个针眼来 好了 第二圈正式完成 接下来我们继续勾第三圈 第三圈呢 我们是按照一个短针 一个加针的方式重复勾六次 先勾一个变次针作为短针的起立针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还在刚才做标记的这个针眼里面穿针 也就是我们勾引拔针 穿针的那个针眼里面穿针 第一针里面 勾上一个单独的短针 做好标记 接下来呢 在第二个针眼里面穿针 勾上一个加针 勾上一个V 也就是勾上两针 大家看一下 一个短针 一个加针 这是一个组合 这一整圈需要勾六次 第二次 第三针里面勾一针 第四针里面勾上两针 大家看一下 第二次就完成了 接下来呢 我们再把后面四次全部勾好 这个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隔一针加一针 那么我们这个第三圈勾好之后呢 就会由第二圈的12个短针变为18个短针 对应18个针眼 最后一针呢 肯定是一个加针 好了 第三圈勾好之后呢 同样的我们需要进行一下引发连接 就在第一针这个针眼里面穿针 把线勾住 拉过来 直接待到后面线圈 拉紧 好 第三圈正式完成 接下来我们继续勾第四圈 第四圈呢 我们是按照两个短针一个加针的方式 重复勾六次 首先勾一个变次针 作为短针的起立针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是隔开两针加一针 重复的勾六次 第一针里面 勾上一针 做好标记 然后第二针里面 勾上一针 两个短针就勾好了 然后呢 我们在第三针里面穿针 勾上一个加针 勾上一个V 大家看一下 两个短针一个加针 这是一个组合 这一整圈需要勾六次 隔开两针 这两针占据两个针眼 然后勾上一个V 勾上一个加针 第二次就完成了 按这个方法 把后面四次全部勾好 隔开两针 加上一针 那么姐妹们一边勾 一边学着看这个勾针的编织图解 这样的话呢 后期我们就可以看到图解 独自勾边一小部分 那么我们这个第四圈勾好之后呢 就会由第三圈的18个短针 变为24个短针 对应24个针眼 最后一针肯定是一个加针 好 这六次就勾好了 勾好之后呢 同样的我们勾由引8针连击一下 一定要拉紧 第四圈正式完成 好 我们把这个第四圈勾好之后呢 接下来姐妹们就看图解部分 把这个第五圈到第七圈全部勾好就可以了 第五圈呢 我们是给它隔开三针加一针 第六圈呢 隔开四针加一针 第七圈呢 我们是按照隔开五针加一针的方式 重复勾六次就可以了 大家跟着我呢 先一直勾到第七圈 我把图解来到屏幕上面 大家跟着图解来勾一下 好的 大家看一下 我们跟着图解部分呢 一直勾到了第七圈 现在呢 总共是有四十二针 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勾第八圈 第八圈呢 我们就是不加针不减针 勾着四十二个短针就可以了 先勾一个变子针 然后呢 我们就按照每一个针眼里面 对应勾上一针的方法 把这一整圈全部勾好 一直勾到最后 最后呢 我们需要进行换色 大家跟着我来勾一下这个第八圈 好 大家看一下 我们就按照每一个针眼里面勾上一针的方法 一直勾到了最后 最后呢 我们还剩下一针 我们需要在最后一针的这个地方进行换色 大家注意看一下这换色的方法 在最后一针里面穿针 把线勾住 拉过来 先不要并针 我们用新的颜色线来进行这个并针 大家看一下 把线勾住 然后 拉过来 并针就可以了 线尾压住 然后呢 我们用新的颜色的线呢 来进行这个第八圈这一圈的首尾相接 在第一针里面穿针 线尾呢 都横在一侧 勾住线 拉过来 然后呢 这个线圈 直接带到后面线圈 拉紧 勾这个引发针就可以了 那么第八圈就连接好了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用这个新的颜色线呢 来继续勾这个第九圈的部分 我们来勾一下 第九圈呢 还是不加针不减针 勾这42个短针就可以了 我们来勾一下 还是先勾上一个变磁针 作为短针的起立针 然后呢 我们就在每一个针牙里面 对应勾上一个短针 大家跟着我呢 把这个第九圈 这一整圈给它勾好 也是勾到最后一针呢 我们继续换色 好 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第九圈呢 勾到了最后的一针的这个地方 同样的方法 最后一针穿针 把线勾住 拉过来 然后呢 不要并针 换成新的颜色线来并针 带入另外一个颜色 直接把这个线圈勾住 用新的颜色线 把最后一针并针 线为压紧 同样的 用新的颜色线 来进行第九圈的这个引发连接 直接这样带过来 拉紧 第九圈正式完成 接下来呢 我们再继续勾第十圈的部分 第十圈呢 也是不加针不减针 勾着42针 先勾一个辫子针 然后呢 在每一个针牙里面 对应勾上一针 也是一直勾到最后一针 我们再继续换色 大家跟着我呢 先把这个第十圈 这一整圈勾好 也是勾到最后一针的这个地方 再继续勾到最后一针的部分 再继续勾到最后一针的部分